这种方法是最刺的降温方法 挤出几滴血之后 叶好轩又让人找来拾毛巾 发在女孩的额头上 片刻之后 她的烧便退了 我们真的是来救你们的 你们安心不信 不相信的话 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 叶好轩淡淡地说 如果强信我们 那你们现在就跟我们出来 如果不强信 我们现在就走 叶好轩说完了话 便转身走了出去 这些女孩们虽然害怕 但是叶好轩的神情 还是让她们 微微地犹豫了一下 犹豫了一下之后 便跟着叶好轩走了出去 她们走出去之后 发现那个胖厨师 她的婆娘 还有她的两个儿子 现在全部被绑在了一起 她们在地上努力地挣扎 但是叶好轩 把她们嘴里 一人塞了一条破棉布 这让她们只能在原地挣扎 就算是她们想张口呼救 恐怕也不能张口离开 这些女孩们 现在才知道 叶好轩是真的来救她们的 多天来的委屈 在这一瞬间 全部涌上了心头 她们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 这些女孩们 在这里受了不少的凌辱 她们曾经尝试着 用所有的方法去逃跑 但是她们始终没有逃脱过 现在突然解脱了 这让她们有种在梦里的感觉 她们甚至不敢相信 眼前的这一切 那是真的 看着最大恶极的旅馆老板 被五花大绑地绑在地上 有个女人大骂着上前 她抓起石头 就向那个老板的脑袋上 没头没脸地砸了过去 这些女人们 已经在这里被关了一年了 先些天 还有一个女孩 因为长期被关在这里 而精神失常 最终被她们折磨而死 如果不是这些混蛋们 她或许不会死 这几个人现在被绑得结结实实的 他们也没有反抗的能力 一个个被砸得头破血流 尤其是那胖老板 脑袋都被砸得不像样子了 行了 行了 警察可能要天亮才能赶到 别把他们给打死了 不然麻烦 叶浩轩制止了这些女人 听叶浩轩这么说 这几个女人才停下了手 这些年来在这里所受到的凌辱 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出来的 如果今天她们不是在这里遇到了 叶浩轩 她们还不知道要忍受到什么时候 我们现在走 还是等天亮了 警察来了以后再走 同样是女人 看到女同胞们在这里受到的迫害 刘丽心中也是有些不忍 她看了一眼叶浩轩 等警察来了以后再说吧 叶浩轩想了想 这几个女人在这里受到的凌辱不少 而且这几个家伙们又是一些穷凶极恶的歹徒 万一我们走了之后 她们又反应过来了怎么办 也是 刘丽点点头 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等吧 不过我可不想见到警察 我们在警察来之前要离开这儿 你身上的秘密很多吗 叶浩轩看了她一眼 为什么不想见到警察 你说说你的理由吧 刚才我们不是说过吗 刘丽看着叶浩轩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我不问你的秘密 你也不要过来问我的秘密 这样不好吗 好好好 叶浩轩有些无奈地点点头 你说得不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有你的 我有我的 我们两个相互地不问 这才对嘛 嘿嘿 刘丽根根一笑 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秘密 瞒着我 我不问 你千万也别问啊 不然的话 我们之间的平衡就打破了 我想你有些事情 也是不愿意让我知道的吧 确实 有些事情 我不想让你知道 那我们聊点别的事情吧 今天的天气相当的不错呀 叶浩轩看着天空 今天晚上的天气很晴朗 本来微微地有些黄沙弥漫 但是那阵风散去之后 这里的天气就变好了 满天的星光 让这抑郁的生活 更加蒙上了一层奇异的色彩 如果你实在是没话说的话呢 那现在最好闭嘴 刘丽白了叶浩轩一眼道 我这个人平时比较喜欢安静 你喜欢安静 叶浩轩有些诧异地 看了刘丽一眼 看不出来呀 你居然是这么一个 喜欢安静的女孩子 要不要我给你颁个奖呢 叶浩轩 我发现你嘲讽起人来的时候 真的一点面子也不给别人留 刘丽瞪了叶浩轩一眼 每个人的内心 都有另外的一个自己 这个自己 才是真正的自己 而表现在别人面前 那永远都是围装好的一面 真正的一面 都只会隐藏在暗处 无人知晓 好好的 干嘛扯这么多哲理的句子 你这样让人很不习惯呢 叶浩轩有些苦笑不得地说 其实他清楚 女孩子的表面上 看起来再怎么粗之大眼 但是他们的内心 其实还是很细腻的 红楼里面说过嘛 女孩子是水做成的骨肉 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有些时候女人表现在你眼前的那一面 未必就是真正的一面 也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她真正的一面才会表露出来 眼前的这个女孩 虽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 但是事实上 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而且这种人最害怕的 就是受到伤害了 好吧 我承认你说的对 叶浩轩点头道 女人永远都是两面性的 比如 有些时候她说不要 其实是要 你能不能认真点 我感觉你就是狗嘴里 吐不出象牙来 哼 刘丽本来有点淡淡的伤感 但是被叶浩轩的这句话给带歪了 她扑的一声笑出来了 狗嘴里面怎么吐出来象牙呢 叶浩轩小呵呵的说 你们女人哪 有些时候 对男人的要求 有些太高了一点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有些时候 你笑起来挺好看的 叶浩轩小呵呵的说 没事的时候 别装出一副 完事不公的样子 那样的话不好 你要知道 女孩子要多笑一点 多开心一点 那样才好 好了好了 我懒得跟你说 警察什么时候到 刘丽有些不耐烦地说 最快也得明天早上了 叶浩轩看了看时间 这个地方是无人区 就算是接到报警 组织最好队伍赶到这里 也得大半天 更何况 现在黑灯瞎火的 路又不好走 你就别难为警察叔叔了 他们其实也不容易 那我去休息了 刘丽站起来道 记着 警察来之前我们要离开 你要是不走 我就把你的车给开走 好 我知道 去睡吧 明天早上一大早 我早点叫你 叶浩轩挥挥手笑道 行了我去睡了 你要是敢不叫醒 我有你好看的 刘丽瞪了叶浩轩一眼 然后便去休息了 那些被解救出来的女孩们 现在也没有丝毫的睡意了 她们被困在这里久了 每天遭受的是 无止境的谩骂和侮辱 而且现在她们交流起来 都有些困难 看得出来啊 那些混蛋们 给她们留下的心理创伤 到底有多大 叶浩轩安抚了一下她们 然后又给其中几个有伤的 治了一下 开导了一下她们的心理 虽然起到了作用 但是作用也不大 这种情况 还是交给专业的心理医生去搞吧 叶浩轩和刘丽选择留下来的决定 是十分正确的 半夜的时候 那个胖老板就 有了心思了 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弄来了一把匕首 割开了身上的绳子 他以为他的动作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但是事实上 他的每一个动作 叶浩轩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 叶浩轩看着他把自己身上的绳子割开 然后他转身的时候不由的一个激励 因为他发现叶浩轩正站在他的身后 不错嘛 还有这首本事 继续 你继续啊 叶浩轩用一副戏剧的表情 看着这家伙 然后上前就是对他一顿暴打 然后又把他捆得结结实实的 哼 暴打了一顿之后 这家伙明显的老实多了 他非但没有逃跑成功 反而又挨了叶浩轩的遗迹暴打 这种憋屈的感觉 那就别提了 赶等到天快亮的时候 叶浩轩看着远处一个车队开来 为首的车顶上那标志性的红蓝灯 代表了来者的身份 警察来了 叶浩轩叫醒了刘李 两人在警察到来之前 快速地开着车离开了这里 一路上猛地向前推进 很快便到了三弦山的那个交叉口前 我们得分开了 前面的岔路口 左边是三弦山 右边一路前行就是昆仑了 我知道 送我到这就行了 谢谢你 刘李跳下了车 他难得地向叶浩轩鞠了个躬 不用这么客气 我只是好奇 你来昆仑是干什么的 难不成你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修仙访到的 秘密 刘李对叶浩轩微微一笑 有些事情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好吧 有些事确实不是我该知道的 叶浩轩苦笑了一声 我只能走到这里了 但是 你距离你要到的地方 至少还得有几百公里 你这几百公里该怎么走 叶浩轩说的话倒也是实话 的确 从这里距离昆仑至少得 三百多公里 但是越向前 路就越难走 而且那个地方还没有开发 所以想要到那里去 确实不容易 因为平时往那里的路都没有了 就更别提路上有车可以搭了 而且脱衣服 拦车这种事情 未必真的会管用的 更重要的是 在这条炮火连天的路上 除了叶浩轩好心停下车 其他人恐怕都不是无常搭车的吧 那就是我的事情了 你带我走了这么远 我真的十分感谢你 以后的路 我会自己走的 谢谢 刘丽对叶浩轩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要离开 喂 叶浩轩叫了刘丽一下 怎么 你不会真的还想向我要车钱吧 刘丽警惕地 看了叶浩轩一眼 车费就算了 我也不差这点钱 叶浩轩笑了笑 这是车的钥匙 反正距离我的目的地也不远了 所以也用不上车了 你想开就开吧 啊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刘丽一脸警惕地看着叶浩轩 他可不认为叶浩轩是什么善类 我不是好人 我只是单纯地想做点好事罢了 叶浩轩笑的 车我是用不到了 钥匙在这里 车里面也有油 想开的话 就开 不想开的话就扔这里 我回来的时候再开 叶浩轩把手中的钥匙 向刘丽的手上一丢 然后转身就离开了 只留下刘丽一个人傻在了当场 他睁睁地看着叶浩轩的背影 然后咬咬牙 转身走向了汽车 他打开车门的时候 不由自主地愣了 只见 空间并不小的越野车里面 放了一堆的食物 打开后备箱 满满的两箱汽油在里面 刘丽感觉到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在搭叶浩轩车的时候 确定叶浩轩是没有带汽油的 而且车上也没有食物 叶浩轩这一车的食物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